这个不是一个着急的活 你得按部就班 一点一点的先去找松树枝 然后再熏风箱 再用专业的铁扒去撬开风板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绿色有机的生活 田园生活 后来我和我的一家子 我们决定搬到Altham地带 然后养各种植物动物 现在就是随意按照这个风线滑一下 这个呢 对你的蜂蜜的蜜蜜 对牙齿非常有好吃 Rohani the best 就是COVID期间疫情期间 因为都在家里憋着没事干嘛 然后应该是疫情稍微刚好一点 可以探访家庭之间 我们就是决定啊还是自己养蜂 然后呢自己吃蜂蜜 要保证自己完全被cover住 因为有的一些很精明的小蜜蜂 会见缝就钻进来 我们是专门请的呃叫什么 B trainer 请他们过来花钱 要给我们上课 training training两个session 在我家 可以了 我觉得养蜂很好玩 很简单 最大的挑战呢就是 取蜂蜜的时候了 避免孩子在中间 因为我们家孩子也多 避免孩子一起离蜂蜜 蜜蜂太近 其他的没有什么挑战 真的还没有 很享受这个养蜂的过程 产量一箱是有六板还是七板 两周前还是三周前 刚做了一次 取了一次 是有一百罐 这个就是里边都满了 所以他们都住到外边来的 养蜂是一个责任 我有了很多朋友 一看我养蜂 觉得啊 Tom 你这个很好玩啊 很简单啊 真的很乐趣什么的 他们也要养 买 说实话 这一套下来真的也不贵 但是我跟Tom说 你养的这个 跟养孩子一样是个责任 你不能说养了以后 哎呀不遮了我一下 盯了我一下一疼 或者觉得怎么样 太麻烦了 弄得手很黏 我就不养了明年 这不行的 这我说你要有这样的话 怕麻烦 你最好别养蜂 知道吗 不要蜂蜂 %儿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通常就是这个